今天下午 富阳发布消息 7号20时 有群众报警 在富阳金苑山庄发现疑似金钱豹 经富阳相关部门联合调查 确定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三只未成年金钱豹外逃 目前已经捕获一只 针对这一情况 接下来将合力开展搜寻警戒工作 同时做好公共安全防范工作 并责令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立即关闭园区 停业整顿 迅速排查外逃原因 并对野生动物世界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控制 接下来我们通过时间线简单梳理一下 这次的金钱豹外逃事件 5月2号下午杭州转堂龙门坎村的茶农祝师傅 在村子后山上发现了一只豹子 从当时拍的照片来看 豹子距离祝师傅并不远 头也转过来了 方向也转过来了 脚也升直了 好像贡献性的样子的 我拿了一个粗一点的 这么粗了还这么长 我手机上面还留个页 这个就可以留页了 我没什么想法 拿出来做广告 我没这么想法 做证据 我开始也没有 尤其是留证据 僵持了几分钟 豹子跑进了树丛 祝师傅干了半个小时的活后 发现豹子还在 就跑下了山 第二天早上 祝师傅上山干活 发现豹子痕迹 但之后就没有再看到豹子了 报警后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上山寻找 也没找到豹子 7号 记者在山上遇到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金伟 他说 已经确认照片的真实性 看照片 很大可能是金钱报 当晚 又有网友爆料 在杭州富阳的金院山庄附近发现豹子的踪影 结合发现豹子的两处位置 都在五朝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 金院山庄小区和龙门坎村直线距离5.6公里 金院山庄旁边就是杭州野生动物世界 地图上测算 动物园中金钱报馆和金院山庄直线距离800多米 1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